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断流汗 她对我埋怨指责 说因为红参汤造成了流汗不止 没办法就去看中医 吃中药 到现在流汗少些了 但只要去外面走路 慢走 还是流很多汗 衣服都湿透 同时她感觉很累 目前症状还是小臂 小腿发冷 胃部不湿 流汗 我不想让她看中医了 还是用原始点调理 请老师基于指导 违盘 谢谢 多伦多团队回复 胃部不湿 只能喝淡姜汤 咳嗽 有白痰 流汗等等 都与体伤有关 与姜汤或红神汤均无关 请您再用心按推 上 下 背部 肩部 及臀部原始点 一定会有原始痛点 按推解决后 再继续喝姜汤 以及温敷会有改善的 另外 小臂 小腿发冷 您可以尝试在患处寻找痛点 并加以按推后 用姜粉泥温敷 保鲜膜包袱的方法 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发冷的症状 多伦多的补充 我们先就他的回复 补充方面 我有一些意见 他的回复 这里多伦多 第一句话我就觉得很有问题 胃部不是只能喝淡姜汤 我书本上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胃部不是 老师 这句话是患者说的 哦 是患者说的 对 因为胃部不是只能喝淡姜汤 哦 了解 了解 那我再来看他们的回复 哦 对对 这个患者这样的说法 这样就有道理 我想志工应该不会这样回答 那因为血回复嘛 这个容易造成误会 如果这样写 就是可能要写 患者认为 患者认为 胃部不是只能喝姜汤 咳嗽 还有 有白痰 流汗等 这些 就是患者说的 对对对 这样就不会造成 让人家以为 这就是志工的话 好 那这些 等等都与体伤有关 以姜汤和破红生汤无关 这样就对了 这样的回复就没有问题 要不然如果这样送出去 就会造成误会 那很好 这样加进去很好 好 那再来 对 他讲的都没有错 先一定会有原始痛点 按推 比如说 他下背部 肩部 臀部 原始点 一定会有痛点 压痛点 按推解决后 再喝就没有问题 对 也就是 有些患者 喝了 他会有不适感 确实 有时候要考虑先按推 把体伤解决 然后热炎才容易吸收 这样回答很好 我们看下一页 质疑他说 另外小手臂小腿发冷 你可以尝试在患处寻找痛点 并加以按推后用姜粉泥 温敷保鲜膜包裹等方法 促进去改善发冷的症状 这里的回答 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小手臂或小腿发冷 应该还是要先按推原始痛点 而不能立刻找患处痛点来按推 这是不可以的 也就是一定 比如说小手臂 那你一定要按推原始痛点 按推无效后 记得患处痛点一定是在大开关 没按推过无效后才能使用 这个在我们的诊断与治疗 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不能先舍弃大开关不谈 就直接说可以再患处找寻痛点 事实上大开关还是有效 大开关因为它管辖的 这整个范围范围很大 如果它没有效 再从局部 加强局部的患处痛点按推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 就是完整的处理 那也就是这一句的回答 如果可以再加 就是你可以先按推大开关 也就是原始痛点 包括肩部原始点 或臀部原始痛点 那按推后 如果没有改善 再按推患处痛点 这样写就没有问题 然后按推完可以用姜粉 温敷或什么保鲜毛包裹 这样写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这里认为 一定还要把大开关写上去 才能成立 我就补充到这里 那回答的都不错 那这里就是最后这一点上 大开关要先谈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